阿富汗和美国部队星期天在阿富汗中部瓦尔达克省与暴乱分子战斗 地点就在一天前美军一架直升机坠毁的地点附近 坠机事件导致30名美军丧生 包括海豹突击队队员 另外还有7名阿富汗特种部队成员和一名翻译丧生 美国官员星期天说 这些美军当时是去增援美国陆军特种部队 一支遇到暴乱分子袭击的地面分队 战斗进行的同时 北约人员星期天正在争取从偏远的塔哈布山谷 收回双螺旋桨运输直升机的残骸 这是美军自2001年年底阿富汗战争开始以来 一次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